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规野马啊 这个中规野马其实 这个新款还是很有辨识度的 其实老款野马也有辨识度 只是这个新款 我们来看看中规野马有什么特点 这个机盖上有这种散热啊 这散热口这个玩意是真的 这是真口 然后前脸啊 一个虚非非的野马logo 然后旁边这个灯应该是带透镜的一个大灯 然后可以看到车轮 这个车前面是19的 然后贝耐力的一个胎 我看PZ二络啊 PZ二络啊 然后是 这里啊 PZ二络 然后这是一个偏性的那胎啊 然后后面 后面是2554019 我觉得这个胎配在宝马身上刚好 但是配的野马上可能有一点窄 后面前面其实可以配到235或者 是245啊 他前后是一样的 不好意思啊 他前二25 后也是25 其实他可以前后配啊 前配到235 然后后面配成265 这个就看起来就会协调很多 然后同时让这辆车可以从后面看到 这个原厂配了给亦啊 然后旁边两边的扩散器也都是有的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这整个车外形其实就不用做过多的去赘述了 因为大家都对他都已经很熟悉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个野马 嗯